土豪一家又发起新的挑战 土豪和老妈轮流把彼此的一件贵重物品 放在车轮前面或者后面 然后在另一边放一个便宜的东西 之后两人选择车子向前或向后移动 挑战开始 第一轮土豪率先放置东西 老妈蒙着眼睛坐在车里 土豪在车轮前面放了老妈一些化妆品 在车轮后面放了一根香蕉 老爸问老妈选择前进还是后退 老妈激动地选择了前进 让老爸赶紧开车 老爸听到后直接坏笑起来 车子向前开去 老妈突然听到嘎吱的声音 下车一看发现自己的化妆品被碾碎了 心动地说自己要怎么变美 土豪还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和老妈说他选择错了 后面只是一根香蕉 心疼极了的老妈拿起香蕉吃了一口 轮到土豪猛眼坐在车里 老妈决定要复仇 在车轮后面放了一个土豪最喜欢的游戏机 在车轮前面则放了一罐黄豆 老爸有些着急 他最喜欢的黄豆竟然做了诱饵 希望土豪最好不要选择前面 土豪考虑到老妈选择前进 把自己的化妆品毁坏 于是自己要选择后退 老爸高兴地答应了 车子向后到 土豪听到声音觉得事情有些糟糕 期盼最好不是自己喜欢的游戏机 结果土豪看到被车轮碾过的游戏机有些崩溃 心疼地拿起游戏机检查 老爸跑到前面拿起自己幸存的黄豆吃了起来 第二轮挑战 土豪选择了老妈心爱的阿迪达斯运动鞋 他把鞋子放在了车轮后面 车轮前面放了一个百日可坐垫 老妈还在忐忑地想着土豪会选择的物品 最后艰难地选择了前进 车子向前开去 坐垫发出了像放屁一样的声音 老妈问土豪是什么东西 土豪让老妈下车查看 忐忑的老妈看着被碾压的坐垫高兴齐了 看着自己保存完好的鞋子很兴奋 对土豪挑衅他的鞋子还完好无损 土豪趁机放横花 一定会毁坏他的鞋子 轮到老妈放东西 在车轮前面放了土豪同样喜欢的游戏鼠标 在轮胎后面放了一桶牛奶 老妈很期待接下来的反应 土豪在努力地分析 上次因为后退结果摧毁了自己游戏机 所以这次决定要前进 老爸再次和土豪确定 土豪很坚决地表示前进 车子向前开去 结果又听到了嘎吱的声音 土豪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这又是一次很糟糕的选择 看到自己被毁坏的鼠标 心疼极了 问老妈怎么会这样 老妈丝毫不为所动 认为是土豪自己的选择错了的原因 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第三轮挑战 土豪依旧选择了老妈心爱的鞋子 把它放在车轮前面 在轮胎后面则放了一颗西瓜 老妈再次选择前进 车子向前开去 没有听到声音的老妈有些懵 赶紧下车查看 看到自己被碾压的鞋子 质问土豪为什么还要选择鞋子 土豪告诉老妈游戏并没有规定 不能放重复的东西 老妈心疼的抱着自己的鞋子回去清理 老妈再次放东西 她决定要报仇 因此选择了土豪的平板 于是把平板放在了车轮前面 后面放置了一团泥 土豪在车里祈祷 经过考虑最终选择了前进 听说很少有人能打出这个字 但其实很简单 来来来兄弟们打给他看 老爸立即向前开车 突然土豪要改变想法 但已经晚了 因为车轮已经撵过了平板 土豪听到一声爆裂声响 绝望的捂着自己头 老妈笑着让土豪下车查看 土豪看到自己的平板瞬间尖叫起来 大声叫着自己花了1200英镑买的平板 期望自己没有破产 结果拿起来一看 自己的平板屏幕已经裂开了 大声问老妈为什么要这样 之后把平板扔在了地上 积极的土豪把平板捡起来继续扔 甚至还上去剁了几脚 然后把平板扔出去 老妈在一旁提醒土豪 之前可以花100英镑修理号 反应过来的土豪尴尬的回应 第四轮挑战 土豪选择老妈只背过两次的鲁器包包 为了给自己的平板报仇 决定把包包放在车轮前面 在车轮后面则放了一个蛋糕 感觉不对的老妈也有些害怕 因为她知道接下来的物品会越来越贵重 土豪肯定会为她的平板报仇 所以老妈经过考虑这轮决定后退 老爸听到后把车向后的 这时候老妈觉得自己没有感觉到事情变得糟糕 但没有看到结果总是有些担心 捂着眼睛的老妈下车一看 发现自己的鲁器包包还完好无损 直接放下心 但是看到自己的蛋糕被毁也很心痛 老爸在一边提醒老妈外星的是 她的包包还在 但是老妈把包扔掉了 还是为自己的蛋糕心疼 老爸趁机把包捡起来走了 轮到老妈放东西 因为已经摧毁了土豪的游戏机和鼠标 所以决定要把她的PS4也摧毁 老妈在车轮后面放了土豪的PS4 前面放了一瓶番茄酱 她很期待土豪会选择后退 土豪则在车里祈祷自己能选择正确 分析之前因为一直前进所以毁坏了很多东西 于是决定这次后退 老爸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祝土豪好运 车子向后倒退 土豪紧张地斡旋 结果又听到一声大吱声 土豪顿时感觉事情有些不妙 下车发现自己的PS4也被毁坏很崩溃 土豪心疼地把PS4取出来 抓狂急了 老妈在一边嘲讽土豪最起码还保持了自己的番茄酱 土豪生气拿起番茄酱喷了老妈一声 气得老妈也大叫起来 最后一轮土豪选择了老妈心爱的唱片机 把唱片机放在了车轮前面 在后面放置了一瓶可辣 老妈还在生气自己全身都是番茄酱 老妈最后决定选择前进 老爸把车向前开去 老妈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感觉很可怕 老妈下车一看发现自己的唱片机被毁坏了 心疼得快要哭了 轮到老妈放东西 老妈放狠话一定要让土豪后悔 最后老妈选择把土豪古董机的钻石播放器放在车轮前面 在车轮后面放了一个罐子 老妈期待土豪为自己的选择后悔 土豪在车里紧张的手心出汗 他知道老妈肯定会放一个无比贵重的东西 经过分析 他决定这次要后退 老爸看着土豪抓狂的样子投笑了 车子向后道 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声 紧张的土豪直接抓狂 下车一看发现是奶油爆了 看着自己的钻石剧本 激动的表示自己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老妈一脸不情愿的把钻石播放器还给了土豪 还想看土豪接下来会发起怎样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